国民党党团书记长林维州联合报系资料照记者杜建仲摄影分享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维州你提案修正性别平等教育法导入外校及外聘专家学者进入校园进评会调查小组判有效遏制包庇或是处理不公职行为发生 建于民国102年性别平等教育法立法后社会大众得以逐渐重视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等事件林维州你提案修正性别平等教育法第30条 在校园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成立调查小组时导入他校具有该类事件专业素养之专家学者 根据林维州提案指出虽然性平会在处理性侵害等事件之调查小组于必要时得以外聘成员 但多半人以校园内部成员组成居多人有学校因为拒毁损校域而有处理不当之情形发生 提案指出近期新闻报道如某所大学教授性骚扰遭检方起诉 然该校却因该名教授为荣誉教授仅处分一年不加薪另有案件检方不起诉而学校仍进行惩处 以各该案例而言似乎标准皆不一致 提案指出若仅有校园内部成员参与调查小组可能有互相包庇或惧怕毁损校域而有不当之处分 导入外校处理性侵害等案件之专家学者或外聘专家学者进入审查程序 应可有效遏止包庇或是处理不公之行为发生 修正草案明定性别评 等教育委员会调查小组成员中学校与他校具性侵害等事件调查专业素养之专家学者 应各占成员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双方当事人分属不同校时 应有申请人学校专家学者代表及未设事件之学校专家学者代表 各占成员总数三分之一 林伟州向中央社记者表示这是值得讨论的议题 目前他已经开始联署预计提案在一读复位后将召开公厅会听取各届专家学者的意见 如何防堵校园可能包庇狼狮的情况发生